盘点NBA改变联盟规则的球员 罗斯条管造福后人 恶意犯规针对坏孩子军团 如果一个球员可以强盗 让NBA联盟针对其修改规则 那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今天说一下改变联盟规则的NBA球员 6.德里克·罗斯 罗斯自被公牛队选中后 就迅速打出身价 出击联盟 罗斯就以迅速以及进爆的身体素质 和彪悍的球风征服球迷 随即成为最年轻的常规赛MVP得主 后来NBA联盟为了鼓励年轻球员 可以发挥更好的表现 颁布了一项规则 具体是球员在NBA的新秀期间 如果获得常规赛MVP 或者连续两年以上 入选全明星首发阵容 或者两次入选最佳阵容的球队 可以给此球员更大的薪资空间 由于在这之前 只有罗斯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便被称为罗斯条款 这项规定 极大的鼓励了刚进联盟的新秀 这也极大的激起了年轻球员的好胜心 使得联盟年轻球员更能打出身价 这项规定看似简单 狮子想触发是非常难的 规定颁布后的第一个受益人 就是凯文·杜兰特 随后截至今日 也仅仅只有6人触发了罗斯条款 而最大的受益人 是现在独行侠当家球星 卢卡·东契奇 2018年 进入NBA的东契奇 由于其实力的强大 使得球队老板亲自与其谈判续约 并以5年2.07亿的天价合同续约 这无疑是罗斯条款中 收益最大的球员 5.曼克尔·乔丹 想要成为NBA历史最伟大的球员 那就要接受最残酷的试炼 当年乔丹成神之路的最大绊脚石 是以兰比尔为首的 活赛坏小的军团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把飞在空中的乔丹 静止地拉在地上 把篮球场变成了小型格斗场 甚至活赛总裁还研究了一套 至今都臭名昭著的乔丹法则 其身体对抗的强度 不亚于一场拳击赛 活赛主教练那句 让乔丹见险足以说明 其激烈程度 乔丹在采访中说过 他们这群人 当时的每一个犯规 都足以让我生涯报销 后来联盟为了制止这种 暴力篮球的出现 颁布了项规定 即加入恶意犯规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 职业球员不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也是针对那些 为了不让球员得分 而去毁人的一些动作出现 这项规定一经颁布 大大降低了 联盟球员的受伤情况 也直接削弱了 坏孩子军团的威胁能力 使得乔丹打得更加随心所欲 接连在季后赛 击败活赛 可以说对乔丹的成神之路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盘点MBA改变联盟规则的球员 哈登使得联盟两度改规则 奥尼尔让防守加上三秒 4.詹姆斯哈登 当今MBA联盟里 只有一个人 把规则研制得极致透彻 那就是詹姆斯哈登 哈登也是唯一一个 靠钻规则漏洞 来迫使联盟修改规则的球心 2017年 联盟兴起了造犯规式打法 这一切原因 都是因为那个大胡子 哈登在球场上极其聪明 他会在进攻的任何时间 把胳膊放在防守球员的胳膊下 得以骗去一个犯规 假投篮实则造犯规 也是哈登的一大招牌 这样的打法 被网友吐槽为碰瓷 17年赛季的哈登 这个技能 已经使用到炉火纯青 单赛季 829个罚球 高居联盟榜少 罚球命中数大于投篮数 哈登也是联盟独一个 许多球员也纷纷效仿 就连拉纳德都忍不住效仿 以增加自己的罚球数 后来由于此拿法太过于无赖 联盟也是修改了规则 严格界定了投篮犯规 和投篮后 故意扩大原住体的现象 这个规则直接受害人 就是大胡子哈登 17年赛季 他隐隐无奥的打法 在新赛季也被规则限定了 罚球数直显下降 这位罚慢发 也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技能 俗话说 上有正侧下有对侧 失去了造犯规能力的哈登 还有一个绝招 那就是后撤步 联盟独一份的超级后撤步 也让球员头痛窒息 这使得本来三分就准的哈登 就更加的无解 联盟球员也开始纷纷效仿 不过全都以走步告终 只有登哥在使用这种后撤步时 不会被吹走步 不过这次妥协的竟然是联盟 在新的一项规则界定中 关于走步的规则 给了收球动作一个明确的定义 使得超级后撤步更加的合理化 这也表示 其他球员 在使用这种超级后撤步时 不会被吹法走步伪劣 后来哈登被网友戏称 凌晨四点的休斯顿 登哥还在为研究规则而无法入眠 三 杀魁奥尼尔 像奥尼尔这种身体条件 联盟为他改变规则 在我们看来 就是持责的事情 由于奥尼尔超大的防守面积 使得联盟不得不设立 防守三秒这样的规则 以防止奥尼尔全程站在篮下 等待进攻球员的情况 由于其糟糕的罚球能力 砍杀战术是当时联盟 最流行的一个战术 后来联盟为了防止最后几分钟 防守球员追着奥尼尔满场跑 以达到犯规的目的这一现象 规定了比赛最后两分钟 对无球球员犯规 实行两罚一致 这也是众多规则中 唯一令奥尼尔受益的规则 版点MA改变联盟规则的球员 喳喳怕楚里亚厚颜无耻 电梯门战术或将成为历史 二 喳喳怕楚里亚 怕楚里亚的臭名仍尽皆知 对于他做过的患事 迟早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人 竟然也让联盟修改过规则 2017年全明星投票环节 第一阶段结束后 西部首发的名单 混进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嘴脸 怕楚里亚竟然以82万票 仅次于科比 高居前场第二 NB管理层瞬间花了神 要知道 怕楚里亚当赛季 场均5.6分 5.7个篮板 怎么可能配得上这西部首发 于是联盟修改规则 由原来的球迷100%投票率 降到了50% 剩余的一半由媒体和球员决定 这也是后来 网友调侃的渣渣条款 这一切都得益于 怕楚里亚在哥鲁吉亚的人气 据说当时网上还有个段子 说哥鲁吉亚的人 每天见到人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给渣渣投票了吗 一 斯蒂芬库里 库里由于其超强的三分能力 使得联盟球员文风丧胆 所以自然而然的 以库里为战术核心的 电梯门战术 由此诞生 这个战术最则的使用者 是勇士的前教练 马克杰克逊 就是这个教练 看出了库里和汤普森的能力 扶正库里力保汤普森 也为其制定了 只有他们可以执行的电梯门战术 在库里和汤普森 两个超级射手的无球跑位下 加上两个掩护人 关门掩护的强大威胁下 勇士队打得是如鱼得水 瞬间叱咤联盟 打得其他球队措手不及 令他们苦不堪言 这几乎打破了篮球的概念 打破了大个子游戏的传统思想 不过后来随着联盟设施的增加 这个战术却逐渐消失了 原来当时联盟为了限制这一战术 加大了掩护犯规的力度 加上这个战术本来 就是在规则底线游走 只要双加针对 就会令其失去效果 不过这个战术最重要的 还是值得拥有 像库里这样的超级射手 才能使战术效益最大化 但能让MA特意为其修改规则的球员 其影响力可谓深远至极